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和大家聊一聊 上海市教委取消小学生英语考试 这样一个事情 我认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让我觉得既惊讶而又不惊讶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 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情 我认为都是理所应当的 因为我认为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说 现在的一个政治氛围 确实非常的不正常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的国度 发生出来点什么特别有趣的一些事情 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你看上海市教委 为什么要执行这个政策 它不就是为了给这个中央的 双减政策来助威吗 或者是说变着花样的 去执行中央的一个双减精神 那就是这样 那我想未来在 就是咱们全国的其他的省份 可能也会陆续出台这种 就是拍马屁啊 或者是捧臭脚的一个政策 那这个也可以看出 现在中国这种体制内的一个教育 到底是什么样的 它没有自己的一个特色 它唯一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中央出了一个什么精神 一个文件之后啊 它给你过度的去执行 或者是说它变着样的 变着花样的去执行 让你觉得它特别响应中央的一个号召 才能够出现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我也在想 它为什么把这个英语的学习取消 它怎么不取消语文呢 按理说咱们这个孩子 语文其实是学的最好的 你比如说这个听说读写啊 或者是起码听说没有问题啊 但是英语它是一个薄弱环节 英语在咱们中国 应该是一个老大男的问题啊 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在中国吧 在韩国在日本 这个英语也是一个老大男的问题 日本人也是特别愿意去学这个英语 但是也是学不会啊 他们也是费了牛尽了 所以说这个英语确实还是蛮重要的 但是就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上海出了这么一个政策 我觉得也就是拍个马屁 或者是说就是显示自己有点政绩而已啊 和中央贴的比较近 那就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不仅仅是在教育口 在咱们国家的其他方面 比如说中央出现了这么一个例 底下都会给你去这个执行 而且它执行嘛 不是仅仅执行中央的这个文件 所涵盖的一些内容 它会给你这个提出这个中心思想 而变着花样的去执行啊 它会给你过度的一个解读 完了开始给你创新 你看今天啊 有的地方把这个英语打掉了 就是说不学英语了 那明天有的地方可能就把语文也打掉了 就在后天数学 那小学不用学了都不用上了 可能 那可能就是这样 那回过头来说这个英语这个事情啊 我以前在国内就说这个英语特别重要 当时在有老多人喷我了 就是我在这个今日头条上面发视频的时候 那个时候吧 是这个咱们国内有一个大学校长啊 叫这个郑强 他就鼓吹说这学英语无用论啊 就说有用的人去学习英语 没用的人那就不要学了 就是这样 完了底下这个学生啊 一顿拍手就好啊 就是说咱们中国的学生在英语上面耽误了太多的时间 完也没学明白 完了说对于英语觉得他有用的人 或者是说在以后的学习当中 能够用上英语的人去学习就可以了 完了这个觉得英语没用的人啊 觉得自己以后在学习当中啊 也用不上英语的 那就不学了 但我觉得这个郑强这个观点啊 就是他这个东西也蛮有趣的 你说这个孩子啊 他不接触英语 他不接触这个英语这个语言 他怎么知道他未来到底能不能学会呢 或者是说这个英语到底对他有没有用呢 对吧 所以说你说这个孩子到底要不要学英语 你看咱们国家有的什么这个人大代表啊 说英语反正也学不好 大不了就不学了 对吧 就是直接一刀切了就不学了 浪费那时间干啥 让这个孩子该干点啥干点啥去 完了有的人就说 那你说现在这个科研呢 或者是国外的书籍啊 都是用这个英语印的 那你不了解英语能行吗 等等等等 鼓吹学英语的人会拿出很多的一些例子来证明 其实我并没有说去鼓吹学习英语 我就是想说这个英语的一个教育真的应该从娃娃抓起 因为学习语言这个东西你我觉得是越小学越好 因为孩子对于这个语言的天赋啊 那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啊 我就认为从小孩子学习他这个语言呢 他不容易受自己母语的一个影响 这母语他怎么都能学会 我就觉得吧 你说就是你学汉语 你在中国这个地界 你不想学会都难 对吧 你平时你比如说出去逛街啊 买购物啊 你都得用这个汉语 所以说你不想学都难啊 你就不想学会都难 所以说这个汉语你肯定是会的 但是这个英语可就不一定了啊 这个英语你不学是真不会 你学的也不一定会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大学的一个教育 你大学生有几个英语说的这个听作读也特别好的 而且这个大学生这个英语 他能把这个哑巴英语学会就已经不错了啊 就是你能看懂外国的一个文献 那就已经相当相当不错了 那我也是这个觉得这个英语啊 你你即便学不好 你这个口语听力也不好 但是你能看懂这个国外的一个文献 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啊 那我为什么要今天说这个事情呢 我就在感觉啊 就是你说你说就是中国人 本来就是在墙内 他接触的事物就比较少 被洗脑洗的就非常的彻底 而是你再不让他学英语了 你不让他学英语之后 他所有的这个信息的一个来源 他都是中文的 那你说他怎么了解这些西方的发达国家的人的一些思想 或者是说西方的这些国家 他们是怎么去看待政治的 或者是说看待社会的一些现象 你像咱们国家现在这个媒体 你把西方的一些就是政治啊 或者是说一些事情都已经歪曲成那个样子了 完了中国的人学习英语学的还特别差 完了翻墙出来呢 其实英语那个网站他也看不明白 你说那个在我底下骂我的那些战狼粉红 有几个会英语的 有几个会的 那肯定他也是这个极个别的会吧 再一个 我那家我看有一个战狼粉红啊 他是会英语 他就会学会那个骂人了 用英语这个骂我 那我就在想 你看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战狼粉红 他学的那个英语就是为了骂人学的 所以说他什么也不会嘛 因此那就是这样 那你说这个以后小学生取消这个英语 它是一个很不好的示范作用啊 他示范之后就觉得这个英语可能不重要了 那不重要之后 那各地纷纷效法 那最后中国的英语啊 就是以后学的越来越烂 那咱们不还要讲究创新吗 那在国外的这些技术 这些发达国家的一些技术 你不还得看美国吗 还有这些欧洲的发达国家 那大多数的 就是国际上的一些文文件呢 或者是学术报告 不都是用英语书写的吗 那你说以后 那咱们国家的这些科研人员 或者是说这些 就是想要创新的这些孩子们 他要不懂英语 是不是特别的跌脚啊 那好了 有的人会说 那这些想要创新的 或者有创新能力的人 就去学英语就好了 对吧 因为你现在正强不也说了吗 这个需要英语的就去学 不需要英语的就不学了 那我想说 你说咱们国家现在有这个能力 我觉得全世界没有这个能力 什么能力呢 就是从小就能判断出来这个人 未来能不能成为国家的动量 对吧 能不能用上英语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对吧 咱们不是说有一个什么扫描仪 人工智能扫描仪 这个孩子一下子一扫描 不用学英语了 或者一扫描 你又学英语 那怎么可能呢 对吧 所以说学不学一种语言 你得看这个语言 到底对你有没有用 或者是说这个语言 对于你这个国家 未来的一个发展 到底有没有用 那我认为这个英语 为什么要学英语 那不就是因为人家西方发达 有很多的这些科研的一个文献呢 或者是说 这些学术成果 包括一些好的东西 不见得就是科技方面 用英语写这个报告 包括一些人文方面 比如说小说 你看中国现在 目前的档下 有几个写小说写的好的 你还有 能看吗 你就那些小说 对吧 你说我看反译的 那反译的那些东西 它永远 它没有原文好看 而且反译的 你要看到那个反译的那个版本 好的 那还不说 你要看到那个翻译版本不好 那真的是看的 真的特别迷糊 特别迷糊 我就看过那个翻译翻译不好 看完之后 特别崩溃啊 我记得我看了一个 什么翻译呢 应该是叫 我记不清那个书的一个名字了 反正就是写这个关于社会公平的一个东西 它有两个版本啊 一个版本翻译的是六十万字 而另一个版本呢 翻译的就是三十万字 那我就在想啊 你说这个书 它能从六十万字翻译成三十万字 你说它在给精简成什么样 或者是说那六十万字的 罗色成什么样 因此你还是自己去看原文 我觉得比较好 那这个英语要不要学 那下有意见吗 一定要学 无论是说你从科学上来讲 你比如说你未来这个孩子想搞科研 你得学这个英语 那如果你不搞科研的话 你不想让当局骗你 那你也得学习英语 你得跟外界交流 所以 所以就这些东西 包括你想看点什么小说 或者是说想了解一些 这个世界最前眼的一些东西 这个世界到底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你还是得去学习英语 那毕竟这个世界 目前为止还是英语统领的 那如果有一天 中国是世界的一个主宰了 或者是中国的这个创新能力 在世界名列前茅了 比如要排第一了 那也可以嘛 那就全世界都学中文了 因为所有的科研报告啊 包括小说啊什么的 那都用中文写 那你说这个世界 那是不是就大家都给学这个汉语了 那就是这样 那看你这个国家到底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就目前我认为中国远远没有达到引领世界的一个状态吧 咱们国家不也老说嘛 咱们依然处于这个发展中国家 包括咱们国家还有那么多的一个贫困人口 你像这个全红禅的家乡 那么多的贫困的儿童呢 当然我这个贫困和官方那个贫困是不一样的 我这个贫困呢 是就我看到的这个真实的一个情况 而不是官方定的那个指标 官方定的那个指标 那个脱贫的 它是一个政治任务 政治任务在中国是绝对能够完成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玩不成的话 他乌纱帽就不饱了 所以说他想的法 变的法的 他给你 怎么就能给你完成 当然的 我认为那个完成是虚伪的 或者是说有很大的一部分的水分 那中国的老百姓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真的咱们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包括这回全红禅这个事情 他获奖之后 接受记者的一个采访 说要给他的母亲治病 给他的爷爷治病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看出 中国目前农村到底脱没脱贫 还有他们这个农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 这很显而易见 我今天看咱们国家有一个奥运选手 叫是马龙吧还是什么 说这个回来之后 带了一个这个电饭国 说是去日本 带了一个日本的电饭国 那我就看微博底下一堆捧臭屌的人 就说这个真的是太顾假了 这个咱们奥运舰儿特别顾假 看完之后给我恶音够呛 我在想 这些战狼粉红 你们到底有没有立场 我就想这么问 你们不是打击什么吃麦当劳 肯德基吗 打击这些洋货吗 尤其日本货 以前还砸日本车 就这样 都已经疯狂成这样了 为什么咱们中国这个奥运选手 夺个金牌 或者是说有一个好的成绩了 回来之后买个日本产品 又形容成顾假了 你也太双标了吧 那你应该怎么呢 中国的这个电饭国就闷不出来这个米饭吗 为什么非得要日本的呢 我发现没有一个人去这么说 都是说特别点赞 特别鼓励 说他顾假还什么 所以说中国的这个风向 或者是中国这个舆论 这个是让我最变态的 我看他们我觉得特别的有趣 所以说为什么中国 这个在教育方面 它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不足为奇呢 或者是说在中国的政治方面 发生什么都不足为奇 那就是因为中国 它就是有这种裂根性 它这种双标性 这个是谁做的呢 就是当局做的 当局培养的中国的这些人 就一部分人 他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所以说中国人还是比较苦的 中国人的思想 长期受禁锢受压抑 导致什么 他都已经精深分裂了 在中国他没有太多的正常人 我不知道看我视频的小伙伴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 大家就是觉得中国现在 有没有正常人 就是大部分的人 你觉得正常吗 你包括这回阿里巴巴 有一个这个丑闻嘛 就他这个丑闻 他所有的一系列的一个做法 跟当局是一样一样的 你包括以前他车热搜 车热搜以前不有一个事情吗 完了那个事情 他车热搜以后 把那个事情淡化了 有一个阿里有一个丑闻 完了今天呢 这个丑闻 这个纸暴不住火了 这个他也撤 但他没想到发酵了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马云 他前两天不提意见了 在这个中国经济会 这个经济峰会上面 瞎提意见了 并且被罚了182个亿 他现在臭大截了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能量 没有原来强了 因此在目前的一个政治环境下 或者是说这次这个事情 就闹得这么不可开交 完了这个阿里巴巴集团 又什么又给寄过呀 完了又开除啊 永不入用啊 完了开始整那些什么 一查到底啊 绝不姑息啊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 那我就在想 你说马云曾经不说过吗 他从来不去这个陪酒 或者是从来不整这些 没有用的一些 这个酒文化 就说我们阿里人呢 从来不弄这个 表面上把自己弄得 特别高大上啊 但是骨子里 你看他底下执行的这些东西 不都是这些 让人特别 可以这么说 让人不齿的一个事情吗 这个他是个别现象吗 我觉得不见得是阿里的个别现象 那阿里作为中国的最大的 这个民营经济吧 那我希望他能够起到 一个模范带头左右 他能够真正的贯彻这个 马云说的那些 贾大孔的一些话 我对马云的 马云的印象啊 其实还是 以前还是挺好的 因为有一回吧 就是马云公司啊 有一个活动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 之后给了我 就是这个两张往返票啊 就是往返这个上海的一个往返票 完了之后 我去了上海 我看到了中国发达城市的一个样貌 因此 我对这个世界 或者是对我们中国 有了不一样的一个认识 那之后我去了深圳 去了广州 去了杭州 等等的一些地方啊 那就是这样 并且我也投资过 跟马云有合作的一些P2P的一个项目 我确实也赚到钱了 我以前跟大家说过 所以我对于马云的一个印象 我觉得还是蛮可以的 我感觉我和马云之间的一个合作 还是蛮幸运的啊 还是觉得不错的 但是今天阿里出现了这个事情 它的企业的一个文化 我觉得有一些的问题 包括它车热所 包括它的种种的一些事情啊 你比如说马云啊 敢给这个当局提意见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你看刘强东 刘强东就说阿里逃税 但是你看刘强东 什么时候提意见 那可能就是 雇着自己的一个私生活去了 是吧 因为刘强东比较滑嘛 所以说天天雇着私生活 没有时间对当局提出质疑 但是为什么要打击马云呢 因为他们两个是竞争的一个关系嘛 完了在内部讲话当中 说这个说马云逃税 所以就这样 我觉得你看中国的这些企业家 为什么老是弄这些 这个互相攻击的一个事情 如果要是真的马云逃税 你就去举报去就可以了 你京东就可以 这个刘强东牵头 就举报他就行了 咱们国家也有相关的一个机构 尤其你刘强东 还有社会影响力 你去举报不就玩事了吗 是吧 玩事你在举报举报 那些饭店不开发票的 或者怎么样 变相不开发票的 你管一管就可以了嘛 所以说这个是我对刘强东的一个建议 当然他那个内部讲话是以前老的 应该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几年前的了吧 大家可以去翻一翻 有兴趣的去看一看 就是这个增值最发票 抵扣的一个事情 完了你这个马云 那马云现在也出事了 而且他的一系列的一个操作的手法 什么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等等 你看那个言词跟官方的一个官样文章 都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什么 在中国的体制下 这个民营经济 它跟官方的意识形态也要站在一起 他们两个也得这种 就是互相勾连 互相学习 我以前有一个伙伴吧 有一个好朋友 他就跟我说过 他说如果你想在一个单位当中 或者是说在一个企业当中 往上省的话 你必须像你的领导一样 就你领导什么样 你就什么样 那你就能省上去了 就你领导不是个人 你也不是个人 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就是目前中国的一个企业文化 那你为什么你说马云的这次丑闻 马云阿里的这次丑闻 那为什么只有说把这个什么 像贴大字报那种 说网络公布了等等等等的 非得闹得这样的不可开交 才能够处理呢 你内部的一个举报的一个机制 为什么就失灵了呢 你看这个跟咱们国家 这个信访部门是不是很像 内部的一个机制就失灵了 最后你非得一哭二闹三声调 才能把这个事情解决 所以说中国的民营企业 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那中国目前走到了现阶段 未来要怎么走 我也觉得特别都有意思 而且大家你不知道发没发现啊 就中国的所有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是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都像是一个笑话 你像变态辣脚啊 他作为一个讽刺类的一个漫画家 他是变态辣脚 我认为 他是这个华人当中 就是画中国的讽刺漫画画的最好 他的笔法啊 他的技法啊 他的创意啊 那我觉得都是 我没有看到 比他画的这个讽刺漫画画的太好 那这个就是我对变态辣脚的一个看法 他画这个讽刺漫画画的最好 所以说 大家没事也可以去就是找一找啊 相关的一些东西 但当然了 这个变态辣脚 他有点太这个 太幼了啊 他的一些言论 我也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赞同 但是我对于他的一些艺术作品啊 还是蛮欣赏的 他就曾经说过啊 他说我画这个题材 就是我取材的一个灵感啊 其实不需要那么难 就把中国当前发生的一些事情 画出来就可以了 就足够好笑了 他曾经这么说过 哎呦 我当时我一听过 确实蛮有趣的 确实 你看中国发生的这些种种的一些事情 你包括你看这些什么胡亦进呢 金灿荣的这些人的一个微博 包括李毅 你看他们的视频等等等等的这些一切 你发现没有 就特别的搞笑 中国现在所有发生的一切的一系列的东西 他都是一个这种连续的一个笑话 而且还在还在不断的一个上演 就是一个笑话跟着一个笑话 完了再来一个笑话 那我希望啊 就是喜欢我视频的笑话 咱们就抱着一个吃瓜群众的一个心态 去看着这个笑话怎么去演 我觉得生活在当今这个年代 也是幸福的也是不幸的 那不幸在哪里呢 没有言论自由 你没有这个基本的一些人权 但是你幸福在哪里 你能看到很多的笑话 有很多的一个笑料 你说你在哪个年代 你才能够看到 像中国 就是你在哪个国家 能够看到有中国这么多的一个笑话 我想啊 如果你想看这么多的笑话的 回到这个文革时代 文革时代笑话也不少 包括你现在也可以去这个北朝鲜旅旅游 他就是一个笑话 所以说北朝鲜对于我来讲 就是一个笑话 就是一个笑话 那当今的中国 发生的种种种的这些事情 也是一个笑话 你包括上海这次取消这个英语的一个考试 那只要你高考这个指挥棒里头有英语 那这个英语以后 还是会有市场 或者是说这个 学生的家长还会挖空心思 让这些孩子去学习英语的 因为高考考什么 孩子就学什么 你就包括那个考研 那个政治 我认为考研政治是最垃圾的 你为什么要统一思想 你为什么要这些人去学这个政治 怎么不学政治不能科研了吗 那不学政治 其实你说这个政治有用吗 我就不理解了 如果你真的是学什么马克思主义的 你考这个政治 我理解 因为这是专业课嘛 那你考其他的怎么还需要政治 那这个我就觉得变态了 所以说中国应该取消的 如果你真的想给学生解副 那就把这个考研 那个考研政治给他抹掉 就不让他考了就可以了 我看人台湾的这个研究生 人不考这个考研政治 人家学的不也很好吗 人家来大陆了也可以不学 咱们国家的这些政治的相关的一些课程 我看有的这个台湾来大陆学习的这些孩子说过 说学校啊 说允许台湾的学生不学政治 就是中国的这些什么马克思啊什么这些东西 就大学时候学的那个政治 其实说句实话 大学教的那个政治 没什么太大的一个意思啊 你除了洗洗脑 根本都没有人挺 就我上大学时候学的那个马克思啊什么的 那课呀 枯燥乏味 根本都没有人会去学那个东西 而且睡觉呢 睡得一大片一大片的 因此你现在还搞这个意识形态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必要 现在全球不一体化了吗 人类生命共同体了 那这怎么做贡献不是贡献呢 你无论这个孩子到底未来是给中国做贡献 或者是给这个其他的国家做贡献 这是他的一个自由 他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权利 你也用犯不着用这种统一思想的一个方式方法 去给这个孩子去洗脑 去禁锢住他 让孩子聪明起来 再一个 我认为如果中国足够自由的话 就是你少加这种意识形态的一个洗脑 我觉得相应的那些知识分子 或者是说具有一定学术能力的人 还真的就愿意在中国待 不是说这个所有的人 都是因为美国的这个 就是有钱 或者是说能给更多的一个经济报酬 去这个美国的 中国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在中国能够做成事情的一个概率 相对来讲 也挺高的 你说马云去这个美国要搞这个阿里巴巴 他能搞成吗 他搞不成吗 因为人家当年就有互联网 他不就是在中国看到了这个风口吗 他搞这个阿里巴巴 他搞成了 搞这个互联网 他弄成了 所以说中国要想留住人才 还是真的让你这个政治 退居这个第二倍 还是应该让这些 科研人员能够 或者是说这些创业者们 能够更加的自由的 开放的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边 去尽情的 挥洒自己的一个智慧 或者是挥洒自己的汗水 这个是比较好的 这个也是对中国的未来的经济发展是有益的 你不想创新吗 你创新你就得留住人才 你老靠着给这个孩子洗脑 你能留住人才吗 你留下来的也是庸才吗 因为聪明人 看你这么洗脑 这么变态 这么精神不正常 那人家早就跑了 所以中国要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 不是经济的问题 也不是说什么学生 学不学英语的一个问题 现在应该解决的是 这些孩子们的精神问题 不让这个孩子从小去精神分裂 你现在这孩子有的时候 这个学校一组织点什么演出啊 还弄那个红味饼的一个装束 那我真的觉得确实非常有病啊 我看有的孩子还挂一个大牌子 说打倒什么帝国主义啊 打倒什么什么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有点过了啊 有点过了 那我希望中国的孩子都能够茁壮的成长 不要让这种意识形态 强加到这个孩子的身上 我觉得意识形态给孩子 特别无耻啊 是对孩子身心灵的一个摧残 那真的是全方位立体式的一个摧残 那好了 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 上海这个英语 我认为取不取消 其实没什么多大的一个意义啊 没什么太大的一个意义 就是捧臭脚的一个政策 那当然他这里头说 每天增加一节体育课 说让孩子能够多玩一玩 这个我是支持的 确实我觉得应该让孩子多跑一跑啊 跳一跳啊 因为中国孩子的身体素质确实不是特别的健康啊 那我觉得这要想让中国的孩子的身体健康 不仅仅是什么呢 这个让孩子去多上一节体育课啊 多让孩子跑跑跳跳 还要让孩子吃这个污染的一个蔬菜 你在这个食品安全上也应该多下功夫 让这个孩子才能够茁壮的成长 那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我就做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